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 经三日公布智慧国家、智慧科技岛等证件 而争取联署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四年前就曾提出智慧科技岛 郭伴发言人黄世修直指赖清德抄袭郭台铭 继零到六岁国家养后 赖清德再次跟进郭台铭四年前的证件 大酸赖清德展现超能力 也质疑赖清德身为副总统 作用国家资源 政见却缺乏前瞻性 政策超人赖清德 黄世修指出 9月22日才发出 新闻稿抨击民进党指振的经济表现不佳 出口连续12个月复成长 郭台铭要引民新政府 让台湾成为美中经贸下的日不落国 没想到过不到半个月 成了赖清德七大政见的第一个主张 让台湾成为经济日不落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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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